大家好,歡迎收看東猛點評,我是仙迪 繼美國總統拜登訪問中東之後 俄羅斯總統普京隨即到伊朗訪問 有分析認為,在西方嚴厲制裁 和俄烏戰士陷入膠著的狀況下 普京此行意在顯示他持續擁有國際影響力 普京星期二抵達德克蘭和伊朗總統萊希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舉行三篇峰會 俄羅斯和伊朗特成雙邊經貿的本幣結算 和土方亦在黑海糧食運輸、敘利亞和平進程等 一系列問題上取得了進展 英國廣播公司文章分析 雖然西方努力孤立莫斯科 但伊朗和土耳其仍然與俄羅斯保持友好關係 普京利用今次峰會 表明自己仍然有國際盟友和地緣政治影響力 值得留意的是 俄羅斯、伊朗和土耳其的關係原本並不穩定 土耳其和俄羅斯在敘利亞和利比亞問題上 處於對立位置 兩國正爭奪南高加索的影響力 土耳其作戰無人機 一直在支持烏克蘭軍方 至於伊朗則和俄羅斯爭奪全球能源市場份額 現在在美國壓力下 三國才慢慢走到一起 就在普京訪問德克蘭之前 美國總統拜登也剛結束中東行程 有分析指德克蘭將借普京的高調來訪 繼續與莫斯科協調 以壓制拜登訪問該地區的影響 亦有觀察人士說 普京德克蘭之行亦向國際社會表明 莫斯科不會因為俄羅斯戰爭 而冒下沽及中東 克里姆林宮依然希望在該地區事務中發揮作用 雖然土耳其是北約成員國 但一直拒絕制裁莫斯科 愛爾多安政府試圖扮演調解人的角色 而最新消息說 在土耳其和聯合國滑船下 分別與俄羅斯和烏克蘭簽署協議 俄烏兩國恢復穀物出口 以緩解全球糧食危機 今集就講到這裏 多謝收看